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非常简单 EF条件式 EF条件式 EF判断式 这个是在每种远中都有嘛 对不对 Python自然也不离拜 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知识点 就一个EF逻辑条件的判断 什么意思呀 有个条件 只要咱们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就要执行下面的结果 如果不满足就不执行 这就叫做EF条件式 如果没接触过编程的朋友来说 也没关系 非常简单 咱们今天我都给您讲明白 好咱们看 老规矩 咱们建一个测试文件 然后咱们一边运行 是一边讲解 好 我先考上我代码的第一部分 然后咱们试试 我左边是代码部分 右边是运行结果 咱们先看一下 一上来 我定一个数组 然后直接输出 先看一下这个输出的结果 够 大家请看 我输出了一个这个数组 库里 哈登 勒布朗 杜兰特 科比 没问题吧 然后我把数组 原本不动的输出 循环下输出 没有问题吧 这是咱们准备的代码 接下来该如何加入EF条件式呢 大家请看 我运行这个等于条件 什么意思 刚才的这个循环 我不循环了 屏蔽起来 我怎么循环 我循环这个数字中的每一个元素 只有追 EF吗 只有当这个player 等于勒布朗的时候 我才会输出一条信息 is king 对吧 如果他这个每个循环循环五次吗 每个循环的值 如果不等于勒布朗 则什么都不输出 这就是EF的写法 如果player等于勒布朗 就输出这个信息 否则不输出 看结果 go 勒布朗 is king 没问题吧 说到这个勒布朗的问题 这个前两天 这个勒布朗刚刚这个 官宣加入了洛杉矶胡言 非常非常聪明的决定 勒布朗真的是 求伤智伤情伤都搞 真的这个我不得不佩服 is king 没错 好 咱们不吹勒布朗了 咱们通过这个方法来判断 当前值是否等于勒布朗 等于的话 就输出勒布朗 is king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不等于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地方输出呢 是如果player这个变量 等于勒布朗则输出 那现在这叫做 什么叫不等于呢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player不等于勒布朗怎么办 咱们也输出信息 什么 这个player呢 他是superstar 超级明星 如果是勒布朗呢 is king 好 咱们试试 我把上面的勒布朗 这个is king先屏蔽掉 好 运行 看一下这个不等于的循环结果 go 大家请看 库里是超级明星 哈登是超级明星 杜兰特是超级明星 科比也是超级明星 没问题吧 但是呢 勒布朗并不输出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我判断了 只有不等于勒布朗时候了 才输出这行信息 没问题吧 这是不等于 等于是两个等于号 不等于是惊叹号 加一个等于号 OK 没问题 接下来 这两个人考虑我了 这干什么 用异服语句来判断 是不是某个元素存在于数组当中 注意看 my list 这是我my list 对不对 库里 哈登 勒布朗 杜兰特 科比 对不对 然后我这循环 如果 看这行 如果哈登在列表中 在这个数组当中 我就输出 哈登在这 但是 如果 威斯布鲁克 注意看 note in 这in in是在 note in是不在 如果 威斯布鲁克 不在这个列表当中 我就输出 神规不在这 没问题吧 通过这两个语法 来判断 某一个元素 是否存在于列表或数组当中 in或者是note in ok 看结果 go 哈登在这 神规不在这 没错吧 哈登呢 他在这数组里面 在吧 然后威斯布鲁克 他在吗 他不在吗 对吧 所以说 正常的判断 正常输出 没有问题吧 这个地方 您应该可以理解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咱就不拿这个NBG例子 还拿这个视野杯 视野杯毕竟还没有结束 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八强了 好 咱们看 当然您看我的视频 朋友可能说是 是 视野杯都已经结束了 才看到视频 但是 我今后做视频 也是能够 加强一些个时代感 当前发生什么事 我也会融入到 我的视频当中 好 咱们看 多个条件判断 咱们注意看 刚刚咱们这些 异固判断 都是一个条件 对不对 勒布朗等于或不等于 或哈登在 或 威斯布鲁克不在 对吧 接下来 咱们可以做多个条件判断 比如说 俄罗斯 视野杯 现在是小组积分零分 乌拉圭也积分零分 接下来 咱们就做一个条件事 如果俄罗斯的积分 大于六 或者 乌拉圭的积分 大于六 那么我就打印 俄罗斯 或乌拉圭出现 没问题 一般是这样 小组赛 视野杯小组赛 只踢三场 如果踢三场 你的积分 大于六分 也就是说七 或七以上的时候 你肯定小组出现 那我就判断了 如果俄罗斯大于六 俄罗斯出现 如果乌拉圭大于六 乌拉圭出现 但这边我用是或 对吧 所以我下面要加 俄罗斯或乌拉圭出现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再用个且 咱们看 如果俄罗斯大于六 换句话说七或七以上 并且乌拉圭也大于六 也就是说七或七以上的时候 我在想什么 俄罗斯和乌拉圭携手出现 为什么 两个球队都是七分以上 七 且包括七 七分以上 那他们肯定携手出现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大家注意看 多个条件的判断是 通过这个与霍飞来判断 对不对 好 马上运行看结果 为什么没输出 为什么没输出 对 我出手值是零了 对吧 好 我这赶上 赶一下 赶成七 好 咱们再试一下 我仅仅是俄罗斯改成七 咱们看结果 你看 俄罗斯或乌拉圭出现 为什么是 俄罗斯或乌拉圭出现 看 下面这它肯定不满足 因为它是铁嘛 不满足 但上面它满足了 或是什么 是两边只要满足之一 就可以 对不对 我的俄罗斯 现在是等于七 它大于六 所以说 下面这我都不判断 直接进来 俄罗斯或乌拉圭出现 同样 俄罗斯咱们还是零 但是乌拉圭是七的话 输出结果是不变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条件满足之一 就能够打印出这套信息 乌拉圭 它既然大于六 它肯定也能出这套信息 OK 下面的信息 到现在一直没出过 该怎么出 那也就是说 俄罗斯和乌拉圭 它们的积分都是七 或七以上之后 才能够输出 Let's go 看一下 Go 那请看 俄罗斯乌拉圭 携手出现 没有问题吧 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个就是 EF条件式的 基本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 应该不是很难 每种语言中都有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Python 关于EF条件式的 基本的语法 希望您能够理解 然后我的代码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 会传到优酷YouTube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